第四中子的玉龍和第五中子的台銀 在首輪競賽碰頭 台銀總教練紅軍陣一個頭兩個大 除了對手先取得一勝優勢 另外一個壞消息就是陳順祥 右腳踝扭傷 季後賽確定不能打 考驗誰能跳出來扛起火力缺口 阿翔本季平均攻下十七點三分 張柏惟單場有十點二分的火力 確實台銀需要他更有爆發性的演出 不過玉龍一個呂正如給的回應同樣霸起十足 當然柏惟他有這個能力 但是其實柏惟在玉龍練過幾年了 他有什麼招數 我們其實大家也都知道 那我們就是見招拆招 也不會刻意去說 可能順想他因為受傷沒辦法打 那我們就做一些鬆懈這樣 就本土球員的環節 玉龍確實人手更加齊全 不過浪花兄弟的成員呂正如 卻對自己這個球技的表現不是很滿意 認為太過起伏 據雙方楊將部分 赫福和泰勒屬於完全不同類型 玉龍蓋子們壓制太勒這名重心坦克 南模點名學鼎李德威的表現很關鍵 楊將這點我們也有德威 德威的身材應該也雖然說小耗了一點 但是我們在靠一些變化的防守或協防 可能還是可以cover過這一塊 那赫福的得分技巧更不用再多說了 那我相信其實我們還是會佔一點優勢的 當然比賽還沒開始之前 所有的預測跟嗆聲都只是紙上談兵 南模能不能領軍速戰速決 就留到場上簡正正 來地區黃人鋒 黃浩軍採訪報導 中文北方